川普和拜登双双跨越党内提名门槛 2024将重演川败对决戏码 中国河北店家发生严重气暴 造成整栋建筑坍塌将近30人上亡 美国最新研究发现 巴金森市政可能与14种农药有关 其中三种风险最高 新闻全球化带您看世界 我是泽惠敏 马上来关心 卫福部针对保姆略童致死案 进行专案会议 今天正式发文要求儿福联盟 暂停新收与出养儿童 出养中的由地方政府加强访事 另外卫福部也建议 未来儿童有出养需求 应该由地方政府介入 不能全部交给社福机构 而且对三岁以下儿童的出养 也要建立比较严格的规范 一岁男童在等待出养期间 遗遭保姆虐死 知情人士痛心证实 男童原为外婆抚养 但经济条件不佳 只好走上出养程序 台湾每年平均有两千两百位以上儿少 需要安置 但出养服务 从接案到裁定 流程平均要经历 约一年半的时间 过程中会需要和出养人 也就是孩子原生家庭 持续联络 若联系不上出养程序 就无法继续 但就算原生家庭有意愿 台湾目前仅有 一千五百多个寄养家庭 远不足需求 民间团体观察发现 收养家庭不足外 近六成收养家庭 照顾者年纪都超过五十岁 因近年来 年轻家庭有意愿 也相对少 儿童权益促进协会 创会理事长王维军直言 此次事件 中央地方对儿少保护 都不够积极 卫补部12号召开专案会议 做出六点结论 建议未来有出养必要 不能将评估 媒合暂时安置及收养后 访试工作全部交给民间团体执行 出养也不能只评估 家庭经济因素 照顾三岁以下 因校严格规范保姆的资格条件 访试频率 也要建立不适任退场机制 另要结合 幼儿专则医师 共同把关 因此次儿女案件 也暂停儿福联盟 新收出养个案 发文给儿童福利联盟 我们会要求他要暂停 新收出养儿童 那已经还在做媒合程序的 县市政府也要跟这样一个 收出养的媒合机构 特别是儿福联盟这边要通力合作 一定要来加强访试 目前全国共有八个民间团体为收出养媒合机构 魏伯伯强调未来对于收出养个案 地方政府公权力应更积极介入 加强访试 确保孩子能在收出养过程 得到好的照顾 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要告诉您 准总统赖清德 今天接见美国华府学者代表团 强调上任后的重要工作 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希望能继续获得美国的支持 在此同时 准副总统萧美琴 也已经抵达美国华府 外媒报道 肖美琴将拜会拜登政府官员 商讨台湾新政府施政理念 准总统赖清德13号接见美国华府学者代表团 包括老朋友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格莱伊 与前国务院亚太副助卿华自强等人 赖清德表示虽然面临中国威胁 但是选举结果显示 多数台湾人民坚定捍卫台湾的民主 上任后的重要工作 就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也期待能够继续获得美国支持 我五月二十号就会跟美琴上任 那我们的重要工作在政治上 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现状 然后带来印太的和平跟稳定 赖清德特别提到与肖美琴会共同领导国家 不过接见时却不见肖美琴身影 路透社报道指出台美官员低调证实 准副总统肖美琴已经抵达美国 本周进行私人的行程 包括打包留在美国的个人物品 华尔街日报则指出肖美琴有会见美方官员的计划 将跟拜登政府官员商讨台湾新政府的施政理念 还规划在华府执行之后 继续与私人的身份访问欧洲数国的首都 小美琴此套美国行程相当保密 但是中国驻美大使馆还是表达强烈反对 认为不应该与美国官员有任何形式的接触 不过美国国会挺台力道不减 继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之后 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和党籍的共同主席巴尔 13号也表态将会来台参加总统当选赖清德的就职典礼 表达对台湾的重视与支持 记者韩英朋友组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前总统川普 12号先后跨越党内提名票数门槛 2024将再度对决 而在同一天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拜登文件门的特检报告 传唤了特别检察官赫尔 拜登的年龄问题又成为焦点 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赫尔12号现身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拜登文件门的特检报告所举行的听证会 赫尔完成宣誓一坐定开口就说明他的工作是要判断拜登是否故意保留或揭露国防资讯 他当时的记忆和整体精神状态都至关重要 因此报告中才会出现三亿记忆差的老人这句形容 但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却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听证会 变成总统大选的代理人战场 民主党议员接二连三咨询的重点都是赫尔关于拜登记忆的谈话 许多民主党人认为年纪是拜登的最大弱点 不利他竞选连任 而共和党议员则是执询赫尔为何没起诉拜登 而川普则被起诉了 赫尔指出川普的密件丑闻之所以被起诉 是在于他不仅长达数月拒绝归还文件 还伙同他人销毁证据并说谎妨碍司法公正 而就在听证会结束后几个小时 就传出拜登初选获得的党代表票 跨越了提名门槛一千九百六十八张 八月将在芝加哥举行的党代表大会 主角笃定又将是他 随后共和党阵营也宣布 川普拿到了一千两百一十五张党代表票 七月将正式获得提名 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姿与拜登再度对决 公司新闻王贵文编译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死因备受质疑 但他才下葬没多久 他的前幕僚长福克夫就遭人袭击 福克夫星期二在地逃晚的住处外 被人用铁锤攻击身体多处挂彩 他预悉当天稍早才接受媒体访问 控诉普廷跟纳瓦尼的死脱不了关系 话才说完没多久就成为受害者 俄罗斯已故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亲密 盟友福克夫12号传出被不明人士 用铁锤攻击身体多处挂彩 纳瓦尼发言人在网路上指出 福克夫星期二晚间在立陶宛的住处外 被人敲破车窗喷洒催泪瓦斯后 接着就遭嫌犯用铁锤殴打 头部腿部都受伤 目前已送医治疗 而他遇袭前才接受路透社 专访控诉纳瓦尼突然死亡 跟俄罗斯总统普廷脱不了关系 福克夫是纳瓦尼的长期支持者 曾担任他的幕僚长 也曾任 纳瓦尼创立的反贪腐基金会主席 他同样因为多次批评莆提 成为莫斯科当局的眼中钉 最后因为政治打压逃往国外 立陶宛外交部得知福克夫 遇袭后表示震惊 强调肇事者势必要为犯罪行为 付出代价 警方则正在追查凶嫌 目前还不清楚嫌犯身份与动机 以及是否跟俄国政府有关 公事新闻率领编译 我国友邦海地遭遇天灾人祸 长期以来陷入混乱 最大的致命伤 莫过于二零一零年发生规模期的大地震 夺走二十万条人命 此后重建之路 至爱难行 二零二一年又传出总统摩依士 突然遇刺身亡 最新调查指控 他的夫人竟然是共犯 而在无法无天的黑帮 快要占领整个首都太子港时 继任的总理亨利前往肯雅讨救兵 没想到黑帮趁机控制机场 阻止他回国 或是亨利终于同意下台 现在国际间正协助海地成立过渡委员会 负责筹办大选事宜 但是谁来接手烫手山芋 是当过独校的前海地警察局长菲利普 还是黑帮老大财力奇尔 目前充满了未知数 而最可怜的就是无辜老百姓 近来的黑帮暴力已经造成三十万人无家可归 常历来的动荡导致半数人民 必须靠整道援助过活 海地帮派在首都太子港大闹两周后 总理亨利在暴力升级和国际压力下 星期二宣布成立过渡委员会后 就请辞下台 过渡委员会将由海地各界亲民代表组成 任务是选出临时领导人 并在之后举办选举 让海地以民选方式移转权力 尽管亨利是被帮派动乱逼到走人 但他请辞的消息一出 反对派欢欣鼓舞 民众也不表同情 过渡委员会能否顺利将权力转移给新领导人 仍是未知数 因为海地的贫穷和暴力问题已存在多年 帮派坐大后更对政府大卫 虎视眈眈 原先打算领导多国警察团派出海地的肯雅 得知亨利请辞后立刻变卦 表示在海地没有政治行政机构的状况下 不宜前往协助维安 美国则认为只要海地新政府上台 肯雅就会恢复计划 但国际人道团体也指出 肯雅警察过去侵犯人权实有所闻 即使真的派驻海地能否协助安定局势 也是大问号 公事新闻率林编译 又到了新闻猜猜看的单元 马上请批帅来出个题目吧 谢谢惠民主播 今天的题目和我国友邦海地有关 请问大家海地的国土值于哪一个国家接壤 一 古巴 二 多明尼加 三 亚买加 想想看答案是哪一个呢 巴西大城李约 星期二发生巴士劫持案 一名遭通气的男子 开枪射伤两人后 挟持巴士企图逃亡 与警方对峙长达三小时 这个男子最后气切投降 车上人质全部平安获适 整个车站全部封锁 李约警察厅出动特种警察部队及大批警力进入 将群众撤制安全的地区 嫌犯已经器械投降 稍早前开枪 劫持巴士 挟持人质的紧张 情势均已解除 警方表示 十二号下午 嫌犯在新里约车站 这辆准备开往 米纳斯吉拉斯州 自回弗拉市的巴士外 开枪打伤两人后上车 包括老人小孩在内 共17人遭挟持 特种警察部队赶到现场 展开谈判 另一名目击者表示 他有两个朋友就在车上 转述车内情况 当时大家都很绝望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根据地方媒体报道 这名男子是通气犯 正打算搭巴士逃离里约 警方表示 在谈判成功之后 嫌犯投降 遭紧逮捕侦讯 里约是巴西第二大城市 但长期以来贫富差距太大 进而造成高犯罪率 巴西媒体报道 近几个月 至少还发生 另外两起开往里约 热内卢车站的巴士 被劫事件 公事新闻黄远林编译 继续来关心 中国河北一间炸击店 今天上午疑似瓦斯外泄 造成气爆 整栋建筑物瞬间坍塌 威力大道让居民 以为是地震 根据中国官媒报道 至少造成两人死亡 二十六人受伤 瞬间爆炸声响 让开车民众吓了一跳 甚至冒出了巨大火球 中国河北三河市燕郊镇 文化大厦路口的一间炸击店 十三号上午接近八点 疑似是瓦斯外泄造成气爆 连带整栋四层楼的建筑物塌陷 大量的残骸喷发出来 因为正值上班的尖峰时间 许多车辆遭到波及 其中一段影片更发现 原民富人被掉落物砸倒在地 有驾驶更是直接汽车逃跑 事发地点临近学校 当局立刻派出了三十六辆消防车 还有一百五十四名消防员赶到现场 火势随后获得有效的控制 取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根据当地消防局初步统计 造成至少二十二人受伤 还有一人死亡 有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全力救援处置 截至发稿时 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 二十二人受伤 不过近几个月来 中国发生一连串严重事故 三月至今 安徽 山西 湖北等地 接连发生工厂 还有煤矿爆炸的事故 总伤亡人数不明 而法新社报导指出 中国由于安全标准松散 还有执法不利 时常发生爆炸等公安事故 虽然中国领导高层 承诺要促进场所安全工作 但目前看起来成效有限 记者韩英朋友组整理报导 来关心健康议题 与神经退化有关的巴金森氏症 病因始终不明确 美国最新研究发现 巴金森氏症 可能与十四种农药有所关联 其中有三种风险最高 四肢颤抖和动作障碍 是巴金森氏症患者的主要症状 疾病的起因是 人体脑部黑质组织的 多巴胺神经细胞退化 所造成离病之后 体内无法再制造多巴胺 导致病患运动障碍 医学界至今尚未无法 确认巴金森氏症的成因 而四月份即将在美国神经学会 2024年会发表的研究报告 指出特定种类的农药 可能影响大脑神经元 导致巴金森氏症的产生 研究人员分析 两千一百多万份的医疗保险数据 发现有十四种农药 和美国洛基山脉 以及北美大平原地区 罹患巴金森氏症的风险提高 有所关联 其中有草蔑镜 林丹 草托菌等三种农药的 致病关联性最为强烈 目前欧盟和英国禁用这三种农药 这一份报告尚未经过同传审查 不过已经提供医疗界 和科学家新的研究方向 2018年国际研究便指出 巴金森氏症是目前病患人数 增加最快的疾病之一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 针对巴金森氏症患者 出现幻觉的病症 研发出检测的工具 实验将两只机器手臂 放在巴金森氏症的患者前后 后面的机器手臂 营造存在幻觉 也就是身后好像有人的效果 受试者透过虚拟实际的眼罩 观看荧幕上的图片 回答看到几个人 借此可检测 受试者是否有认知衰退的风险 这项研究检测了170名巴金森患者 有69人出现幻觉的症状 而研究也发现 有存在幻觉的病患 更容易高估图片里的人数 该团队还开发了线上版本 希望能搜集更多的实验样本数 以揭开巴金森氏症的奥秘 公司新闻章属分编译 台股近来在AI产业带动下 买气旺盛 即将上市的高席 ETF也掀起申购热潮 传出有不少小资族 解定存也要买 对此有投信罕见发表声明 呼吁投资人要注意风险 承受能力 小资族想理财 不少人会选择ETF当作 投资的标的 像这最近最夯 一张只要一万元的 元大台湾价值高息 ETF00940 还没正式上市 就造成轰动 11号开放申购后 有券上的机器被搞到当机 短短两天已经募集 近千亿 大多数的人都非常看好这一支 所以才会有这个all in 就是因为超低门槛 就能入手 而且结合巴菲特选股 逻辑价值投资 加上月月配息的设计 意外引发申购潮 对此元大投信 发布声明稿郑重澄清 提醒投资人 应充分了解产品的特性 评估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 妥善规划个人财务的决策 不过玉山证券 就开出第一枪决定停止申购 据我所知很多中南部 甚至有很多阿公阿嬷 他们就决定存 说利息多少我也要惹 民众申购的这些人 他的配息 我想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只是本金的部分 能不能持续的增长 就要看后续股市的变化 分析师表示 以往ETF募集规模 多落在五六十多亿元 但今年这一波 因为全球股市以及AI 带动行情热络 让三月各档 ETF销售创加击 面对台湾ETF规模 短短一年暴增 预1.5兆元 金管会也要出手降温 多管旗下加强监理 连前更增定 强化投信失业 以及基金销售机构 管理及网红广告 行为自律规范等 而台北股市早盘 也再度写下 两万零一百一十二点的 新高记录 但攻破两万点后 却没站稳 尽管台积电 红海以及重电族群 逆势撑盘 加权指数仍一度翻黑 中场以一万九千九百 十八点作收小涨十三点 成交金额五千三百八十二亿元 台积电虽然开高走低 但表现依旧亮眼 中场上涨百分之一点一七 收在七百七十九元 记者为邱福财特报道 物价涨不停 加上政府打算调整电价 引发各界关注 会推升通膨 主记总处表示 假如不考虑电价调涨 预估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会落在百分之一点八五 如果把电费调整 纳入计算 CPI大概会落在百分之二左右 没有通膨的疑虑 万事成本居高不下 现在就连挂号看诊 可能也要多掏腰包 民众荷包一直缩水 加上四月份电价将调涨 目前传出 整体电价平均的调幅 约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 引发外界担忧 可能又再次影响物价 上午主记长朱泽民 在立法院表示 假如没有考虑电价调涨 预估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是上涨百分之一点八五 如果电费调整考虑进去 CPI大概会接近百分之二 痛苦指数一直在飙高 物价一直在调 但是薪是没有调 那造成我本来可以买 可能面包买十个 现在可能只买六个 基本工资每年都有调 而且公务人员的薪水 到这个八年来 也调了大概十一 其实 十一趴 朱泽民表示疫情结束后 痛苦指数有比较高 但跟其他国家比 还是比较低 而且根据台电的初步规划 不会无差别调涨 用电大户 尤其外销比重较大者 涨幅较高 有立委也指出 户国神山台积电 是用电大户 大企业赚钱的情况下 电费不应该由全民买单 对于超高压用电户 电费调涨机制 应该有更进一步的规划 台积电大概是占台湾用电的八个百分点 对的确 他们大概一年的用电 大概一百八十一度 工业用电一样 民生用电一样 都是等于是在补贴的状况 他既然这么赚钱 就不应该 电价再由全民来给他买单 据我了解到 那个是他们是有分 越大的越赚钱的 越不应该得到补贴 朱泽民表示台积电很努力 捷电也购买很多绿电 但的确如果很多是出口商 由政府补助 等于是补助国外的消费者 因此店价目前规划的方向 就是针对民生用户 小商家少涨 这都有全盘规划 记者吴雅宇 邱福财特别报道 现在要再把镜头交给批帅 告诉我们今天新闻 猜猜看的答案 好的 海地是位于加勒比海岛国 全境位于加勒比海 第二大岛 海地岛 西半部 东与多米尼加共和国接壤 答案是二 你答对了吗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对了吗 大家可以